一雙雙小手飛快的舞動著 疊背受背的聲音 此起比落 動作乾淨俐落 志氣未脫的臉龐 展現出高度專注力 只會完成眼前的任務 這間小小的教室 就是台灣選手在德國 經濟疊背世界級標賽 用多十一斤的練習場地 鏡頭回到當時的比賽現場 帥氣完成比賽 開心的拍手跳起 今年才六歲的李戴誠 得到個人333和Psycho雙料冠軍 再來看另一位 短短不到六秒鐘 就俐落完成碟杯 北大高中的楊祖俊 拿下333和Psycho項目冠軍 總共抱回四金 還刷新自己的紀錄 被譽為全世界最快的女生 因為現在是世界上最快的女生 然後就是自己在 就是最高峰 然後後面就會緊跟著很多人 要追上我 然後那種壓力就是滿大的 可是就是要試著去克服它 然後就繼續超越自己這樣子 國際賽亮眼的成績 來自於規律而緊繃的練習 每個月齊聚教室一次 加上嚴格的自主訓練 是他們能夠勝出的原因 因為我一開始時 慢慢越快我就會喜歡 我就會喜歡出國比賽 碟杯運動 訓練身體的協調與反應能力 獲得許多家長支持 最小的選手年僅六歲 速度卻相當驚人 就是在練習去練習 然後要比賽的時候 就要去比賽 然後他們會限制時間 沒有比完就等於放棄 碟杯運動始於1980年代 逐漸微微風潮 並發展出雙冷賽和突壽接力勝 等團隊項目